三个中产党 上星期发生的事 林郑的和理傾对谈平台 不知大家有否去看 我自己没有去看 因为你已猜到 你是八九不离十 难道在对谈会有什么突破吗 你也预期到抽的市民会问什么 因为你也是市民 你也是看新闻 你当然会问那些问题 也会猜到林郑会怎样回答 因为林郑回答过很多次这些提问 只不过是记者问还是市民问 结果当大家都预期到他说什么和答什么 这就只是一个演讲比赛 看大家演讲技巧有多好 然后被别人继续 各自为各自服务 但先听听 你看到这些报道之后 你的感想是怎样 市民是抽的 是抽的 真的抽的 有12000个 我又觉得有什么所谓 现在他其实是要塑造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市民对话 全部都是蓝丝 反而就更肉酸 而你是黄丝又怎样 你问完这些题目 难道我那个答法 是会跟以前有不同的 这些题目 已经重复重复回答过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是绝对公平的 12000个人申请 有150个人抽到现场 150个人在现场 再有30个人可以问问题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结果你都可以参考一个比例 有30个人 有2个人是中立 不知道有4个左右是蓝丝 剩下的那些全部都是黄丝 如果你问我 都算是一个相当随机的方法 就是告诉你 现在在香港的舆论 那个谈论是怎样的 当然大家都不会期望 因为会有什么新的政策 重大改变 不如你想想 但其实这是一个公关活动 是 只不过我看的角度 就是说究竟效果是怎样的 有没有人觉得 特首出来了 好像今次的态度 嘴唇 好像比他之前 开记者招待会 他是感觉舒服一点 就是觉得他是会谦卑一点 会认一下错 好像真的跟人在沟通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 令人舒服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看他 比较 比较 就是有些人 在你什么东西 有时候你都会出来 比如黄毓敏 你虽然都清间暴现 但有时候都有些挺好笑的东西 就是他整个走出来的格子 就算你很同意他 都很不喜欢看到他的样子 问题是这些 我就当你对的话 你今次觉得他的表现 跟他在自己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从这个电影编剧 或者是欣赏电影的角度 你那个画面做出来 他的姿态 他说的对白 会不会跟之前有些不同 是这么说 林郑纯从一个表现 她的气候差 是 她的气候差 毫无疑问 她出到来 今次她的心情比较 比之前的时候会好一点 整件事 她能够觉得是比较控制 但是 她出来至少有些东西说 什么都没有说过 至少有样东西 我说 就算那天很不成功 至少那样东西 就算被人再罵 所有东西都不是一个很负数的东西 出到来 但是 无论如何 蓝色也不会支持他 黄色也不会支持他 都没有什么东西 只不过有样东西叫做公关 大家抹擦一下 叫做我交了功课了 做一样东西 我觉得纯粹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你觉得她做这场公关称的话 她是做给香港市民看 还是做给北京看的呢 做给北京看的 做了东西 我有做东西 还是希望市民 取得多一点同情分 这样说 她希望做给香港市民看 希望做给北京看 做给自己看 做给所有人看 所有人看 但实际上 每一样东西的功效都没有 她想着都要做些事情的 未必是给北京看 如果给北京看的话 她应该再忽然硬一点 或者软一点 她都知道这场戏 老闆也不是怎么看她的 作用是非常之少的 另外那边 比较前线的抗争者 她对这件事是觉得反感 觉得要杯葛 先说前线抗争者 刚才两个的意见 其实都是相对离地 你没有看你身边的人 怎样看这件事吗 即是说 没有用的 公关秀来而已 浪费啦 喂 你看一下 我说那些网络的主流意见 是呀是骂 她们是逐幅逐幅逐图CAP 逐段片剪出来 再疯狂share 一边她们就说 这个对谈是没有用 但另一边 她们是每一句话 每一段的演说 每一个问题 她们全部都记得很清楚 我说为何我离地了 因为其实我在我自己的Facebook里面的朋友 很多人说 有什么好看 杯葛他 不要理他 我不知道你Facebook那些人 全世界都是这样说 说是一样 就像看TVB而已 个个人都说不看TVB 最后TVB的收视怎么会这么高 就是一路看一路罵 即是你那些人才是林郑的真正兵 我觉得你们那些真是很厉害的 我身边所有人都是狂骂 但他们会复杂起 每一个对谈会的对话部分 把某一些说得很好 或者说得相对好的人 是全部贴到自己的Facebook里面的分享 不然你怎知道有一个是什么VTC 即是Ivy的语文学主管 你怎知道原来有一个是附警 是不是说是邮班警 这些的迹象都显示到 表面上个个人就说 没用的 浪费 实际上的产生有多大作用 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谈会 就是林郑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回答 你看那些人回答得多好 为什么可以完全不回应市民的诉求 当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人都移动了 骂也好责也好 起码你是讨论这些东西 你不会讨论其他东西 我们经常都说 抗争的力量从来都是聚焦哪样东西 聚焦那样东西 例如选举也好 对谈也好 只要是建制之内 这才是林郑的对话平台最大的作用 我不明白所有人都觉得 我这个骂也没用 你在骂她没用的时候 一路看一路骂她没用的时候 就已经迎合了林郑的目标 我同样 我承认你说 简单来说 我们没有用目标 因为我们是不骂 所以我们就不骂 因为你们不是那个群众 那群众有多少人 我或者你身边那些人 全部都是一些很有见地 很有知识 或者是很有独到见解的人 而坊间所有人都看完 其实你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都没有什么详细看的 即是做小工 如果不然的话 重点也不是那个对谈本身 而是你身边的人的反应 绝大多数人的反应 就是觉得 现在有个特首跟我们市民对话 我们当然要看看特首说什么 他们不像你们这样想 说来的东西都浪费了 早就猜到他说什么 今年看也懶得看 甚至乎 其实你可以做个实验 你可以说 这些看来都废了 我就是做了一个实验 我自己在Facebook上说 我说所有看这件事的人 都是按摩的 接着就有很多人很生气 你现在不是说按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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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 自首 而且那几个有四个蓝丝 真的被人起了底 那四个蓝丝 真的很好笑 如果我们觉得 不在乎这件事 你怎么会起蓝丝底 蓝丝不是蓝丝 有什么特别 蓝丝就总有几个蓝丝在这里 就是帮忙顿闻一下那个场子 你就很有心意去找 这个又是什么人 那个又是什么人 其实这件事你是很上心 就是成功的 当然成功 这次是第一次 他一直存续 如果他越比较快 所有人都会慢慢聚集在这里 你就会发觉 我觉得啦 和警察的记者会是不同的 因为警察记者会 就是警察就真的会 被人挑战 他们有反对种牀说 他们有没有打人 而且我原来想 其实林郑有一支 也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有一个突破 突破就是不用新屋 下一次就會去預期,下一次和理談會不會有什麼讓步 透過他,自己會加分 就是另類施政報告 他預期就是和理談,會不停說政府對群眾有什麼讓步 你估不論你購買也好 他們會幫忙宣傳 起碼會不停說,新屋領封了有什麼用嗎 現在正在建新屋領,更糟糕 你會發覺那些人都會去討論這件事 而真正的抗爭運動就被拉散了 在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大約一句話 我說你都不要太看了小林姐 他雖然蠢,但因為他沒有經驗 太過不懂,因為他之前不像梁振姐學那麼多年 他應該都可以在錯誤中學習 我可以預計到 我聯絡聽Henry說,很可能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在錯誤中都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 進步,但進步得慢 但進步得慢,就不代表沒有進步 對,情況就是這樣 好,這支就到這裏